当你面对人生最艰难的日子 你要去做什么 去祷告 祷告乃是寻求上帝旨意的成就 祷告不是成就我们的意思 祷告乃是成就上帝的意思 所以听好了 祷告不一定会改变环境 但是祷告一定会带来恩典跟能力 你一定要记得 祷告一定会带来恩典跟能力 而我再说 我们需要的不一定是改变环境 我们需要的是力量 耶稣有了新的力量 所以当科西玛尼的祷告结束之后 耶稣说起来 我们往前去 神一定给我们够力量去 胜过你面对的每一个的挑战 保罗也是求上帝拿去他的刺 三次祷告 神都没有拿去他的刺 而上帝对保罗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神一定给我够力量去胜过你面对的每一个的挑战 大卫一生有很多的打仗 上帝没有说把战争拿去 但是上帝给大卫征战得胜的力量